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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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封口吧,是呀? 对,最后封口加香油 好,现在开始啊 煲龙眼了,是呀? 割个丸子,里头割个龙眼 开始盘吧? 对 盘完吧 油温是五成油温 一成油温30度度,是吧? 对,这个技巧啊,就是不能让它漏 师爷,你这个技巧 是不是就应该有这双手啊? 那这双手就是巧手 是不是? 这个安静蛋,营养很豐富啊 这呀 动中人身的美誉啊 对 还有蛋中上品的美誉 这鸡蛋的打工程是三分之一 打工程很低 所以说啊 这个菜,是呀 其实咱国家菜呀 取自于民间的 它这个菜就是在干扎丸子的基础上 是吧? 对 演变,提升 改良,生活 所以这个菜就是咱俩需要搭配的 合作的菜 对 因为它一边炸呀 一边捞出来 因为它前后啊,时间有点长 在盘的过程当中 你在下 颜色不一致 这是炸的第一面 定型啊 这大丸子 炸第二边 复炸 外边是酥脆的啊 第二边复炸我不弄太大 第二边 我炸了两三分钟吧 刷刷就有小事了 好 嘴嘴之叫 三遍 第三遍 第三遍 一三遍炸 主要是让它保湿酥脆 把水分给它逼出来 对 然后呢 三遍炸完了之后还能增香 哎 咱这种炸的骨头方法啊 恰恰能把这个肉香味儿 很好地激发出来 你看到什么程度啊 很硬 是不是 已经炸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种方法是师爷告诉孙孙的 在家炸完的啊 怎么去听声 也是锅里刷刷声 你出来了 看 撑 撑 三遍了啊 三遍 最后这一遍你炸了都五六分钟了 哎 最后这一遍很关键啊 听说是这 刷刷这个声非常的大 哎 这酥盒啊 对啊 我想当年呢 这个菜给谁做过呢 缅甸总统吴奈文 哎 又是个大菜 哎 他吃完了之后 他就感觉到这里说这个 这个东西怎么放进去的 哎 哎 对啊 没有乾坤啊 再一个呢 就是酥脆这个程度 他非常欣赏 满意啊 所以说 我们接在这个 国宴的时候 我们享受这个菜啊 不一定 就是说多高级的食材 对 你能把你的工艺水平显露出来 那就是高手 高手 高手 来吧高手 高手 哎 哎 朋友们 我三个步骤 就教会你七十年代的经典国宴菜 哎呀这菜嘎嘎地啊 来吧师爷 咱就尝啊 咱就尝啊 检验一下师爷 这个够不够酥脆 哎呦 哎呀 这里头还带 咔咔酥脆 倍儿香 里头还带个蛋 这就是龙眼丸子啊 师爷谈你觉得奶咱不少 第一 中间 对啊 老霍馅的时候 他这个除了割口味之后 便粉和面粉的比例 一定要炸好 嗯 一比一 二一个呢 就是说 我盘这个丸子的时候 手瓣 这个手瓣 就是说挤完了生去之后 掉过来再挤 第三个步骤就是说 让它脆 怎么脆呢 炸三面 哎 这三面一定要炸出 表皮酥脆 里头还非常香嫩 对 那种感觉 水分给它炸出来 对 更吃就更酥脆啊 对 在家里头 来一个龙眼丸子 那也是国焰菜啊 国焰菜 在甘酱丸子的基础上 咱做点生花是吧 对 走 每日烟火器 现在 乱移 龙眼丸子 国焰菜